课堂设定是教师机派送Jeff Teacher的APP 那这个派送比较麻烦一点点 一般派送流程几乎都一样 但是这个Jeff Teacher呢 必须贴上一段程式码 那这个程式码呢 连结我会放在YouTube里面的选单下面 好来 那我们就 当然这是过程 派送的过程都一样了 最不一样的地方 再提醒你哦 这个Jeff Teacher在派送的时候 必须贴上这一段程式码 这段程式码在他官方文件手册有提供 来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 各位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 这个是Jeff的原厂的手册 在这个Jeff手册里面呢 这边有个Jeff应用程式整合 在Jeff Teacher这边点一下 点完这里以后呢 他跟你讲 哦 班级啊 课程啊 你在派送这个Jeff Teacher的时候 最下面这里要贴上这一段 下面这里 就把它选起来 这里按右键复制 OK吗 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做咯 好 一样 回到Jeff管理系统 一 装置 二 行动装置应用程式 要派的是Jeff啊 所以这边关键是这边打 J-A-M-F 你就看到Jeff Teacher 在这里 点一下 那派送的流程几乎是标准的 一 在一般的地方点 右下角的编辑 启用它 那怎么样呢 自动安装 我觉得预设值 Jeff应该改一下 不会有哪个学校 买完APP让学生在手动安装 这样上课非常不顺 装完以后 也会出现在自助服务区 这个Jeff改一下 全国人都受益 我们每次派都必须点这个 我觉得Jeff应该去改变了 这个预设值 来 接下来就一二打勾 三四不勾 一般都是这样哦 接下来 范围的地方 部署目标 只能给老师 所以在这里呢 在target的地方 范围 这边一定要选这个 看见了吗 接下来再点选新增 新增的时候呢 说过咯 这是指全校属的iPad 一台一台去点 那这是群组的概念 那后面这三个不需要 现在点这里 哪个群组 教室基层群组 所以规划很重要 add进来 还没完还没完 管理室发布这里要打勾 还没完还没完 JeffT9最不一样的就是 这个要贴上 那段程式嘛 点在这里CtrlV贴上 这段程式嘛 就是官方文件手册的 这个程式嘛 这一段 那在这里 那我会放在我们YouTube的 那个这个影片下方的连结 你可以快速点到这一台 好 这时候再点储存 那这是课堂设定的 第四项 老司机要派送 JeffT9学生机不能派 那这个做完以后 等一下我们再开始建立班级 这段时间我们再建立班级 那个东西 的这段时间来讲 我现在要点课定的 这段时间来讲 这段时间来讲